时间过得可真快呀 我这手也好得差不多了 明天开始应该就能重新涨勺了 这阵子真是辛苦你了 但愿这最后一天也能安安稳稳地度过 你这话一说 我就感觉又有事要发生 哇 普普通通地到晚上了呢 结果真没出什么差子 嗯 肯定是因为我们已经完全熟练了吧 记得第一天上宫的时候 连加盐加辣都要系上半天 现在不管发生什么 都只是小菜一碟啦 都这个时候了 不会再来人了吧 哦 不对 第一天林尼他们来的时候 好像也是这个点 旅行者 派萌 好久不见 啊 安博 还有优拉和米卡 你们是来吃饭的吗 怎么这么晚 哦 我们刚完成了护卫商队的任务 还在返回石门的路上 虽然原计划 是想直接吃些便携口粮就继续赶路 不过优拉队长说 很久没吃梨月菜了 不如顺道来这间客栈 看看还能不能点餐 哦 居然是优拉的提议嘛 这一路过来吃的都是便携口粮 偶尔也得换下口味吧 怎么了 不行吗 来点什么呢 等等 为什么是你在招待 旅行者现在可是这家客栈的大厨哦 你们来的也刚巧 正好能赶上他在这掌勺的最后一顿饭 是吗 幸好优拉路上提了一句 不然就要错过这一餐了 那要点什么菜呢 我对梨月菜的印象也有些淡了 米卡 优拉 你们有什么想吃的吗 能尝到荣誉骑士前辈的手艺 对我来说 已经是个学习的好机会了 随便吃什么都行 我也随便吃点就好 吃完还得继续赶路 不是你提也要来的吗 怎么连你也随便了 嗯 那就看你了安博 随便来点什么条件 我也随便吧 哇 哇 随便 这对厨师来说 大概是最头疼的要求了 完全不知道客人的好物 只能靠自己推测 不过这么多天看下来 我相信你一定能选出最合适的答案 就随便给他们露一手吧 打掌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香 咸味跟鲜味都恰到好处 每一厘米都有味道 刚出锅时恰到好处的热气 也很让人怀念呢 能让骑士团最好的军粮都相形见绰 报上明白 这道菜叫什么名字 叫 叫 总不能真叫随便做点吧 连名字都没有 用料跟做法也很普通 根本不知道从哪开始介绍呀 用料和做法 都很普通吗 我还以为一定是用了 不是最美味 而是最合适 是 是什么意思呀 是因为饿了 所以觉得特别好吃吗 好像也不全是 也是因为一直在吃冷掉的口粮 所以难免会怀念大火烹饪出的香味吧 这是叫锅气吗 我好像听说过 是啊 混着香气 就像回到猎路人餐馆一样 想回猎路人餐馆的话 我就没有来吃梨月菜的意义了吗 不是说味道啦 是说这种安心的感觉 就像回到老家一样 安心 老家 难道这就是严肖说的 冰质如归 所以这道菜的秘密调料 就是新意吗 虽然听着像是什么老叼牙的论调 不过吃完这顿饭 确实像这么回事 嗯 不错 这个配方 我记下了 接了配方 也得记下名字吧 哎 现在这道菜有名字了吗 嗯 那要不然 就叫冰质如归吧 哟 这些天真是辛苦你们了 真是个实在人 拿着吧 在之前的基础上还多添了一些报仇 毕竟多劳多得嘛 好耶 感觉几天的疲惫一下子就消失了 才几天就能进步到这水准 要是接着干下去啊 我怕是要把这厨房让给你了 嘿 好说 下次过来 记得带上朋友一起 让他们也尝尝我的手艺 在那之前 你可别再躺着手了 嗯 不 不 对 不 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